这里是Discovery在Midrant Gallagher Estate的疫苗接种中心 这是疫苗中心内部情况 动线分明 竟然有序 我打了第一针辉瑞的疫苗 这是疫苗接种卡的证明 这是疫苗接种卡的对面 大家好 我是Uncle Kevin 很高兴再次见面 政府公布现在35岁以上都可以注册 而且我已经有朋友 客户通知我们说 他已经打了疫苗 很重要的 大家在这个 如果说你是35岁以上 你应该尽快地注册打疫苗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是演示一下 如何在政府的官方的网站上 EVDS 来注册疫苗的接种 所以这个就是官方的网站 你可以看上面的连结 那就是EVDS 你也可以在你的浏览器搜寻 那现在的话呢 开放35岁以上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问你说 Are you 35 years or older? 如果你试的话呢 你点进去 那你就回答yes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你就点这里 就是Register for vaccination 那你点这边 然后呢 如果说你是有南非ID的 你就是点第一个 就是Use South African ID 如果说你不是南非ID 你是用外国护照的话呢 那你就点第二个 就是Use Passport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如果说是难民 有难民证的话呢 那么就是第三个 就是Use Asylum Seeker Refugee Number 那因为我有这个南非ID 我就点这里 那接下来的话呢 他这边问你说 就是相关的你个人的资料 所以你看到这个流程的话呢 相当容易的 就是他问的这边 第一个这里 就指的是你的ID Number 你的护照 你的ID号码 如果说是你是南非公民 南非的南非ID的话呢 那这个第二栏 就是有关于这个护照 Potsport Number 你这个就不用填了 这只是可选的 那第三个 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 你的Date of Birth 那你可以点右边这边的话呢 可以打开这个日历 来选择你的日期 那再来下面是First Name 就是你的名字 再来是Sername Sername的话呢 就是你的姓 那最后的话 Gender就是你的性别 所以你可以点这边 然后来选择你是男性 就是male 那如果是女性 就是female 好那所以呢 我现在就开始来填我个人的资料 因为我现在已经符合资格 可以来注册了 那这边问你 就是在重复的输入你的ID号码 你确定说你的ID号码是正确的 从我的ID号码呢 它马上就可以显示 抓出了我的出生年月日 因为南非的ID号码的前六位数呢 就是指的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 好最后的话呢 你要确认资料都是正确 所以呢你应该再看一下 如果说都正确的话 你可以打这边打勾 然后呢你可以点 接下来下一步 Next Step 好那这边的话 问你的这个联络方式 所以呢你一定要确认 你的这个手机号码是正确的 因为到时候会发一个相关的资料给你 然后你再按 再要确认你的这个手机号码 好这边的话呢 就问你有关于你的住的地方 好那这边的话呢 由于我是住在豪登省 那我就选择这个豪登省 豪天 接下来问我这个municipality 就是所在的这个地区 好那这边的话呢 如果这样看的话呢 我是属于这个约宝 约宝市 所以呢就是City of Johannesburg 如果第二个的话 City of Tuanne 如果你是住在比Britorya 那么你要选择这个City of Tuanne 那接下来 如果说是你是住在东区的 那就是这个Ikruilani 那像是比如说你是 Kampton Park Benoni 这些地方的 那就是这个Ikruilani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Infulani 这些的 这是属于豪登省的各个地区 那我是约宝市 所以我就点这个City of Johannesburg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又城市下面的 那我在这边的话呢 是属于这个Fourways 所以我来找一下有没有Fourways 这边是没有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看一下有没有Senton Senton的话这边是有 所以我就在这边选Senton 那我是属于这个 我的地区是Douglasdale 然后呢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的地址 好你确定的地址都正确了 那你就可以点一下 好那你是要什么时候 到底你要周间呢 还是周末 然后再来第二个 他问你是要早上还是下午 但是现在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都无所谓 因为呢我知道很多人就是说呢 他只要去那个 就近的这个Discamp或Clix排队 那排了就可以打上 不过呢建议你呢 要提早 比如说他们九点开门 你在九点以前就到 那这样的话呢 你不会大排长龙 好接下来你可以点Next Step 那接下来问你说 你有没有那个医疗保险 好那如果有的话呢 你到时候政府会跟医疗保险公司 来收取这个有关于打疫苗的费用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医疗保险 没有Medicrate的话呢 那你在这边就点No 好那因为我有我就点Yes 好那这边的话呢 问我说我是属于哪一个医疗保险呢 因为我是Discovery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他问我就是说 我的医疗保险的号码 我的那个会员号码 或是Member Number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就是说 在你的手机上查询 或是如果说你有医保卡的话呢 在你的医保卡上 你可以查询你的这个医保卡号 或是你的Membership Number 在这边讲说呢 如果说你这个 你自己注册啊 那到时候你接种疫苗之后呢 以下的资料会出现在 你这个疫苗的记录上 那你要确定说你这个资料是不是正确 那这个的话呢 就可能影响你未来 你要提示证明啦 或是如果你要出国的话呢 要证明说你已经有打过疫苗了 那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确定说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姓名 跟你的ID或你的护照符合 那你的ID Number 这些的 所以很重要的请一定要确定说 这些是正确 那么你确定都正确以后呢 那在这边你可以在右边这边打勾 就确定说你这个资料都是正确的 好那确定说呢 你同意相关的这个条款 那么你这边就打勾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 Submit Registration 上传提交 另外如果说你要再进一步看这个条款的话 你可以点这边就是Terms and Conditions 那它可以展示下来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Terms and Conditions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点这边就是提交 Submit 好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完成了你的这个注册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上面说呢 Registration has been successful 所以呢 你应该会收到一个SMS 那么再来的话呢 事实上现在基本上都开放了 你只要愿意去 你只要去最近的这个药房啦 Discamp啊 Clix啊 或是接种站 那么你就可以排队去打疫苗 所以你不用等说呢 那个的通知或什么的 你要打 你就赶快去 那如果说你要尽早打完 不要排那么久的话呢 你就早上早一点去 9点以前 就到那个接种站去排队 记得要带着你的ID 你的那个身份证 社交的这个隔离的都要做好 戴口罩啦 然后这些方面 好 那么以上就是有关于在南非政府官方的网站上 那么就是注册这个疫苗的接种 好 那希望这一集对你有帮助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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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